好的 观众朋友 您现在看到的是武林峰走进菲律宾马尼拉的比赛 这场比赛是中国队长傅高峰的比赛 我们这次去马尼拉呢 也是这个傅高峰领衔 是 然后今天看到这个对手 哇 明显比这个傅高峰还高 所以尤其腿又长 这个傅高峰要注意一下 对手的一个拿手好气就是高扫踢 一个有效技打 拿到第一次强突呢 能不能爬起来了 中国队长部对手的一个强招的名interest 哈提亚加班恢夕 摇摇投 啊这个对手太高了 ẩ mesmo 这个佩莱拉的注意啊她是双架进攻型的选手 过去这个左脚前高扫能变现 然后呢是她这个KO对手的一个力气 第二次-第二次的强择镜丢arat 這個傅高峰的爆發力 驚人 應該是跑不起來 又起來了 搖搖頭又起來了 傅高峰也看殺眼了 這哥那麼強 太不可思議了 是 好 而且裁判說過來走兩步 行 好 讓他繼續打 而且傅高峰 傅高峰壓進去 對方的氣一下到了傅高峰的下巴了 好 傅高峰壓進去 對手高音的摟抱來控制一下傅高峰 其實我們資料上呢顯示兩位的身高差距有五公分的差距 但不止 我們現在看來 哇 哇 傅高峰 這摔的蠻重 而且裁判直接終止比賽 不讓這個傅高峰轉起來 哇 這個比賽他也具有戲劇性了 是 是 這個原本是我們中國隊長給了這個佩雷拉兩次的這個 是 結果瞬間這個佩雷拉逆轉 這個高手之間的較量 是 真的是瞬息萬變 傅高峰也很歐啊 那只是說裁判有示意他往前走兩步 好像看傅高峰走不動 所以裁判就再次的終止這個比賽 我們打贏的 是 是 是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